大家好,我是张鑫 冬吃萝卜,夏吃姜 那么美邦人常常这么说 下一句接着就是 布劳医师开药方 冬天吃萝卜,夏天吃生姜 这样子对身体最好了 不只咱们中国人说 在印度2500年前 他们一部最著名的医书 叫做阿玉废陀金里面 就提到过生姜 生姜可以用来治白病 是万物之用 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 生姜都是拿来去寒去丝 治病用的 现在五六月 正是台湾嫩姜生产的季节 这个时候吃嫩姜最棒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腌制嫩姜 我们家的腌制方法 老婆,那我想请教你一下 生姜的原产地在哪里 绝对猜不到 印度 也绝对不会错 印度有可能 因为现在末中一世 好像每个地方 就是东亚南亚一带 或者包含中国 都有可能是生姜的原产地 因为很久以前 都有在食用生姜 中国有文字记载 生姜是在论语里面 孔子提到的 孔子在一个叫乡党篇里面 他提到很多东西 他不吃 我有提到生姜的时候 他是这么写的 叫不测姜石 不多石 也就是每一餐他都要吃生姜 但是也不可以多吃 这样子对身体比较好 而且可以跟神灵 好像中间有那么一点点 互通有无的心灵感应 所以孔子都喜欢吃生姜 一路流传下来 中国人就变成了一个吃生姜的民族了 老毛那我再跟你问一个好玩的小故事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 生姜为什么叫做生姜 好玩 相传是古时候 我们有一个片长百草的 那个叫什么 神龙寺 对不对 当初当归不就是他发现了吗 其实生姜也是 他最厉害的 他不管走到哪里 看到什么东西就把它拿来 吃吃看 吃了没死 然后对身体又有好处 就是要 吃了没死就把它写下来 这个可以当做菜 吃了不好吃 就告诉大家不要吃 吃了如果有毒 他身体某个器官某个地方 就会变成黑色 而且浑身不舒坦 可是过两天他又会好起来 所以他这个特异体质 让他可以片长百草 可是神龙寺有一天 走到了山里面 看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 红色的蘑菇 他就把它栽来给吃了 一吃完了受不了了 腹痛卤角 而且冷汗直冒 他想完了 一命呜呼了 终于遇到克星了 痛痛痛痛 痛得昏厥了过去 眼睛一张开 旁边有一个叶子尖尖的草 他想 哇 莫非这是天意要救我一命 他就把那个药草拿起来嚼 吃起来还有一点辛辣的味道 吃完之后 就想拉肚子 拉完之后 身体居然好了 他就想 哇 这是什么神奇的救命药草 就把它给干嘛 挖了起来 吃了叶子再吃它的根筋 发现根筋的味道比叶子还要重 好像药效更佳 他就想这个救了他命草药 叫他什么名字呢 神龙氏的妈妈姓什么 姓姜 生我者母亲也 所以谁生他呀 姜氏 所以叫做生姜 而这一个药草 又赋予他的第二生命 所以干脆就把它叫做什么好了 生姜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 生姜这个名字的小故事由来 好嘞 话不多说 好久没讲故事了 今天再来讲个故事 那我们接着就赶紧来做这个 非常简单容易属于我们家配方的 腌制冷姜 大家看一下 买了这么大一块 放在桶子里面就叫什么了 叫一桶姜三 真的真的 大家看这个嫩姜特别嫩 我们看它颜色 上面不是白的吗 下面带有一点略黄啊 我们家自己在吃的时候 通常只取前面这一块 最嫩的这一块拿来腌制 而后面这个我们就会拿来煮那个地瓜汤了 辣辣甜甜的特别好吃 我们也吃不多 所以也不腌多 通常拿来啊 我们会把这个皮给它剥了 它旁边不是有一些这个红的吗 嗯 我们不喜欢红色的 我就把它给拿掉 这个 就把它给稍微去掉就可以了 有人会削皮啊 我们家就不削了 反正它这个纤维也细 其实已经蛮嫩的了 对 对 我们说韭菜救过一个皇帝 叫做刘秀 老婆你猜身家有没有救过皇帝啊 你不晓得 他救过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处汉相争的时候 到了那个河南一带 生了一场怪病 结果河南当地的老百姓 就给他献上了一碗汤 喝完之后说也神奇 他就好了 你猜献什么汤 生姜 生姜萝卜汤 刚好把萝卜跟生姜煮在一块 喝完就好了 嘿嘿 所以生姜 除了救过神龙寺 还救过皇帝呢 你看我们家的切法跟一般人不一样 有的人会学日本的切法 他就用刨刀刨得非常薄 有的人切成小块 有的人是整条细细的拿去泡 我们家是切了大概一两厘米的厚片 我觉得这个样子吃起来特别有口感 而且腌起来比较好吃 然后你在切的过程当中啊 如果你感受到中间有那个纤维的话 那就代表这个嫩姜有点老了 你就把那一块先就不要了 因为有纤维吃起来味道就不好 你看这切起来没纤维就特别棒 好那咱们自个切一会 切好了咱们就把它放到个大碗里头去 我们要给它杀青一下 杀青是加什么 盐 加一点点盐比较多 老公杀青有什么作用 杀青就是把它的水分推一些出来 加盐啊主要是破坏它的细胞膜 破坏细胞膜之后有几个效果 第一个水分可以跑出来 第二个等一下我们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那些调味料的味道更容易进去 第三个可以软化它的质感 待会扭一点就会发现它不会断 吃起来就特别脆烤 这个稍微用盐巴给它和一和之后 大概摆个五分钟 让它稍微出点水 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下一个腌制的步骤 很快的十五分钟 杀青杀的差不多了 我们刚加的是盐巴 为了怕它太咸 我们就用开水 这不是生水 开水把它洗一下 我手洗过了 自己用这个洗一洗就好了 把咸份去掉 有的人会把下面这个姜汁啊 留下来煮那个鸡 或者是拿来煮那个地瓜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不用了 如果你想要把它留下来煮地瓜 那你就不要用盐巴杀青 你就用糖来杀青 如果你是希望拿来煮咸汤 要把这个姜汁留下来啊 你就用盐巴杀青就好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规范 我觉得都行 我们把这些水分滤掉之后 很快的 我们的做法真的很容易哦 就准备来装罐了 就通通把它装到罐子里头去就可以了 全部装进去 对 不用担心了 因为我们大概一年就是做个一罐左右 就差不多了 如果怕辣多杀青一会儿 如果不怕辣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家吃啊 希望保留它一点点 辣辣的口感会觉得比较棒 其实嫩姜本来就不是很辣 对啊 可是还是会有一点辣味哦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砂糖直接加进来 我们砂糖的比例啊 就是糖 白醋 还有水 1比1比1就对了 然后你只要能够把它盖得过就好了 多少量你就自己拿捏 看你要腌多少 你看糖就先把它进来 再来把水给加进来 所以水也是100 对都是100 糖100克 糖100克水100克 接下来我们加白醋 也是加个100克 好这样就差不多了哦 有人在问啊 这个要不要把白醋糖跟水拿去煮一煮 我觉得不用 煮沸跟煮沸没什么差 水是煮过放凉的嘛 醋基本上浓度高细菌也不会长 糖甜度特高水活性低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你就把它装进来 很多人煮是为了要把糖给快速融化 因为煮了还得放凉更麻烦 你就把糖放在里面 它慢慢就融化了 好这样子差不多了哦 但是我们还要加上一味 这是我们的那个小配方啊 我们在这边处理好了 我们还想加上一点柠檬 赋予它一点点不一样的风味 你看啊 我们这样搓一点柠檬皮进来 搓这个柠檬皮的时候啊 要注意不要搓到白的地方会苦 搓一些绿色的皮就好 赋予它一些柠檬风味啊 其实有一点点柠檬皮 一点点而已它风味就差很多了 完全不一样 对 不要太多太多会苦 你看就这样 把它给敲下来 鱼了 好就这些 加一点点就够了 淡淡绿绿的对 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好香哦 这个柠檬精油的味道就进来了 而且这样加进来颜色也还蛮漂亮的 你看除了柠檬精油之外 来咱们再把柠檬切开 挤半颗柠檬汁 还加柠檬汁了 纸尽量不要进去啊 这个柠檬的糊不然会有一点点苦味 尤其是切破的那个纸 对 那个苦味会跑进去 你看刚刚跑进去一颗 赶快把它捞出来 但是纸很会跑 跑到下面去了不理他 哈哈哈哈哈哈 好嘞 这个样子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封灌了 这样放到冰箱里面去 如果你切的是日本那种薄片啊 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如果切的是我们这种稍微厚一点点片 我建议隔夜再吃 如果你切的是那种小姜块的话啊 至少给它泡个两三天 不然它中间还会是辣的 如果你切的是那一整条的纸姜 泡一个礼拜就没问题了 好嘞 很多网友都在我们下面说 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们家腌制这个嫩姜的方法 今天就跟大家做分享咯 我们家的做法真的非常简单 也不用开火 啥都不用 也不用煮融 直接把它加进去 待会放冰箱 明天早上就可以拿来配西饭了 等了一晚上这个嫩姜终于好了 咱们打开来看一看 早上我把它拿出来摇了一摇 它糖就融化了 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 很清透 打开闻闻看 酸酸甜甜 跟别人外面做的不一样 就是你就可以闻到非常明显的柠檬香 好香 柠檬皮跟柠檬汁的味道 这样子它多了一点果香味 我觉得吃起来味道更棒 先弄两块 夹这个一定要用干净的筷子 夹两块出来试试看 通常啊 泡一个晚上 然后我们切这个厚度 它还会有一点辣辣的味道 我觉得这种味道跟口感最棒 完全不辣就吃酸酸甜甜 好像泡菜了 超菜 尝尝看 哎呦 厚厚了 非常轻轻 这种的嫩姜最棒 一点纤维都没有 很好吃 刚咬下去酸酸甜甜非常解腻 再咬两三口 它还有那么一点点香的辣味 我觉得一吃啊 就会浑身热起来的那种感觉 嗯 排汗 好吃 切太薄了我就觉得没口感 有的人不加柠檬丢两颗化煤进去一起泡 味道也很棒 我可以比较小凝嘴吃就好 很多人啊 我想心里会想 为什么我们姜子泡这么一罐 请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最近两个礼拜已经做这么多种 不是只做这五瓶哦 菜心 墨西哥辣椒 脆瓜 辣椒酱 嫩姜 每一种不是只有一瓶 我们的冰箱几乎已经快被他们占来了 这可以卖了 这个就是我们上半年前家要吃的酱瓜 都在这一段时间把它腌制下来 可是嫩姜啊 吃的比较少 所以咱们只做一罐 我觉得就很棒 可是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 这个时节要多做一些 因为过了五月到了六月中 你再要买嫩姜就早都找不到了 好嘞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家做嫩姜的方法 加点柠檬汁和柠檬皮 味道真的不一样 隔一个晚上就能吃咯 非常好吃的嫩姜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张心漫谈 咱们明天见 拜拜